好,现在我们以热泪的掌声欢迎今天主题分享会的主持人Sharine,欢迎她 谢谢,大家晚上好,首先感谢系统,感谢上线 我是Sharine,可能今晚可以担任这场IDEM主题会的主持人 也感谢大家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参与今晚的IDEM 这讲座会 在活动还没开始之前呢 影响组已经把大家的Zoom换到记忆模式 以便可以让整场会议顺利的进行 待会会有问你答的环节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或者想交流 不妨可以在checkbox提出疑问或者是unmute用问的方式 说出来都可以 那么使用手机的朋友们呢 如果照片太小看不清楚 可以用手触碰荧幕放大图片来看 谢谢 我们在上一场的分享会就有分享到 癌症就像无声的杀手 当它在吞噬人们的健康时 往往是毫无预警 癌症每一年都夺走了一千万人的性命 那我们可以想象到一年一千万人 那么换算下来 每三秒钟就有一个人因为癌症而死亡 而且预计2032年 每年癌症使用的人数也增加到一千三百万 是多么的可怕的数据 相信很多人都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癌症 又有什么方法可以远离癌症吗 因为很多癌症当被确诊时已经是很难治疗 导致五年存活力非常的低 相信您跟我都一样 很想迫不及待的想知道 想认识癌症远离癌症 对吗 那接下来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许家训讲师 为我们来讲解 好的 首先谢谢Sherine主持人的介绍 那感谢系统 感谢上线 我是许家训 是今天晚上的讲师 那今天呢 我将会跟大家分享关于 抗癌奇兵跟预防癌症这个主题 那首先我先来share一下slide 好 那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 抗癌奇兵预防癌症这个主题 因为很多人就是 在发现自己得到癌症的时候呢 就会觉得很恐惧很惧怕 而且就是很多癌症当确诊的时候 已经是很难治疗的 导致五年存活率是非常的低 那相信大家都很迫切想要知道 这个主题到底是在分享什么 对不对 那接下来大家就要留守 那首先呢 我们就来一起来了解 当通常啊 就是当一个人确诊癌症的时候 医生他就是会 查问病患的家族里面 到底有没有其他人也同样得到癌症 那医生为什么要这样问呢 因为他不知道说 是不是有基因遗传的可能性 那我们来看这张图哦 专家我发现啊 有一些癌症它确实是具有遗传性的 像是乳癌 前列腺癌 以及肠癌 但是 遗传所导致的癌症 它的几率是非常低的 可是为什么啊 还是常常听到说 一个家族里面 有好几个人都同样患上癌症呢 那通常啊 遗传它是家族的饮食 以及生活习惯 就比方说 家里的一家之主 是爸爸嘛 那他无肉不还的话呢 就喜欢吃大鱼大肉 三层肉 妈妈也一样会煮 大鱼大肉三层肉 那小孩呢 从小 也是一样吃大鱼大肉 三层肉 所以身为父母 真的要非常的注意 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 它是会间接直接的影响到 我们下一代的健康 那通过健康的饮食呢 我们是可以避免 火化这些 潜在的危险因素 从而预防许多遗传性的疾病 那要预防癌症 我们必须要了解 到底是什么因素 所引起癌症的 那导致癌症 成为全世界 第二大的死亡原因 而且是亚洲人的 第一大死亡原因 OK 那我刚刚 有提到嘛 就是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数据哦 不良的饮食跟生活习惯 它占了 导致癌症因素的70% 那病毒所引起的癌症 占了20% 剩下的是10% 其他的因素 那首先我们来看看 不良的饮食习惯 像是动物性饮食 会导致癌症 像是现代人呢 都比较喜欢吃肉类啊 海鲜啊 还有乳制品 所以为什么癌症患者 会越来越年轻化 那动物性食品呢 就包含了动物雌激素 那动物性的荷尔蒙呢 它会刺激我们体内 癌细胞的生长 那它也包含了饱和脂肪 那如果从动物食品 大量的摄取动物性脂肪 动物性蛋白质的话呢 它有恶化癌症的作用 那研究证实啊 动物性蛋白质呢 它跟乳癌 前列腺癌 胰腺癌 还有结肠癌 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而且现在 无论是成人或是小孩啊 都常常吃快餐 像是肯德基 麦当劳等等的 那快餐 大部分都是油炸的食物嘛 薯条啊 炸鸡啊 等等 那这些都是导致癌症的因素哦 那接下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张图 OK 那为什么油炸的食物会致癌呢 因为冒烟点 就是锅里只有油啊 还没有放任何东西下去的时候 到它冒烟的时候的温度 就是冒烟点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什么是油的冒烟点啊 就是我刚刚所提到冒烟点 是油下锅 加热还没有放任何东西的时候 它会到几度冒烟 这就是油的冒烟点 OK 那每种油呢 它的冒烟点都不同 而只要啊 油达到冒烟点啊 油它就会开始发烟变子 而且会产生饼饿圈 就是致癌的物质 那所以啊 讲究美食的人 应该要来听听专家的建议啊 不同的烹调方式呢 就需要使用不同爆烟点的油 例如说 煎草的烹调方式 它至少是会达到190度嘛 所以我们就应该要使用爆烟点 高于200度的油 但是一般人呢 会用什么油呢 都会用好像葵花油啊 冒烟点是107度 橄榄油 冒烟点是160度 玉米油 同样也是160度 那这些冒烟点都是低于200度的 其实是不适合用来做油炸的哦 而且如果重复的使用同样的油 油煎炸 则会产生十几倍 甚至是几十倍的饼二全 这样就是会产生更多的致癌物质哦 那研究发现啊 在肺癌跟乳癌患者呢 的身上啊 会发现到饼二全 它是比较高的 那有没有发现呢 每年过年过节的时候 家人都会用很多油啊 来烹调油炸的食物 那很多人都会把这些 用过的油啊 流到第二天 还拿来炒菜啊等等 就是会一直重复使用啦 所以这些步骤呢 都是会提高饼二全的增加 OK 那接下来呢 还有哪一些饮食习惯 会导致增加罹患癌症的风险呢 让我们来看看 就是使用腌制肉啊 也会提高患癌的风险 好像像是腌制肉呢 它都会添加许多的防腐剂 那防腐剂啊 它里面就含有了酵酸盐 以及牙酵酸盐 那来保持啊 食物的色泽光泽 还能够预防细菌的滋生 而且还可以在 无需冷藏的情况下 延长肉类的保存 那这些防腐剂呢 在我们的胃部啊 它就会转换成一种 致癌物质 叫做亚酵胺 那亚酵胺呢 它会提高胃癌的几率 而且在大量摄入腌制肉呢 比不吃腌制肉的人相比啊 那些大量使用腌制肉的患者呢 它罹患结肠脂肠癌的风险啊 高达20-50%哦 OK 那前面啊 我们也是有讲到 肉类饮食 它是致癌的因素嘛 那尤其是 好像一根菜都不吃的 肉食主义者 他们的肠道就会缺乏纤维 OK 那缺乏纤维的话呢 除了会导致便秘之外 还会导致我们的肠道缺乏抑生菌 那这样就会使我们很容易产生毒素 而且啊 当我们的饮食中缺乏纤维的时候呢 这些毒素跟细胞接触的时间 就会越来越长 细胞癌变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大 进而啊 引发大肠癌 脂肠 结肠脂肠癌 还有胃肠食道癌 那科学家呢 他以素食者跟肉食主义者来做一个比较 就发现到说 肉食者他罹患胃癌啊 淋巴及造血组织癌啊 多发性骨髓癌 还有恶性肿瘤的风险 比素食者还来得高 所以在外面 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就是 长期食用肉类的肉食主义者 在没有吃菜的情况下 就是在制造癌细胞的生产 OK 那大家有没有听过说 要让小孩吃糖 才会让他有童年的回忆 但是如果长大了 还是要很喜欢吃甜食的话呢 就要很注意啦 因为像途中的这些cupcake啊 杯子蛋糕 都是五颜六色嘛 大人小孩都很喜欢 那有些人他们工作就是很忙碌 习惯以 面包啊 像是 果汁啊 泡 这个叫什么 就是珍珠奶茶啊 等等呢 还有什么 就是这些饮料啦 来当一餐这样子 但是这些加工食品 他都含有各种各类的 精致糖类 还有精致的 白面粉 盐粉 色素 等等化学的调味料 那这些 这些加工的 精致的加工食品呢 他会提高 罹患癌症的风险 那为什么呢 因为精致糖呢 它是以加工的方式来 精致过的加工糖 所以它并不是 食品本身的天然糖分 那肿瘤在低氧 以及高血糖的情况下呢 会快速的生长啊 所以啊 喜欢吃甜食的人 就比较容易得到癌症 而且有实验证实说 一次性的摄入 100克的精致糖 明显降低白细胞 就是免疫系统里面的 免疫细胞白细胞 摧毁入侵微生物的能力 导致我们的身体 很容易就被感染了 那虽然没有数据 显示说糖会致癌 但是过量的精致糖啊 会形成一个叫做空热量 那什么是空热量呢 那这些空热量的饮食啊 它习惯就是间接提高 患癌的风险 因为空热量呢 它就是热量很高 但是没有营养 没有纤维 而且多次了 又会导致肥胖 那肥胖之后呢 就会提高 罹患癌症的风险 那为什么肥胖会提高 罹患癌症的风险呢 因为脂肪细胞它会产生一种 促进细胞快速分裂的磁基数 细胞分裂的次数越多 那这个基因就会非常的混乱 也会导致细胞癌变 那卫生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有证实说肥胖症啊 高于常人 10%来罹患癌症 就是每五个 癌症死亡病例中呢 有一个是肥胖所引起的 那肥胖还会增加 跟荷尔蒙相关的癌症 像是子宫内膜癌 卵巢癌 乳癌 那还会增加死道癌 胃癌 肝癌 以及胰胀癌的风险 所以刚才我们所谈到的 饮食习惯啊 还有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跟癌症有关呢 OK 就是抽烟啦 像是吸烟它会提高 罹患癌症的风险嘛 那其实赵飞博士就有告诉我们说 所有癌症的罪魁祸首 吸烟者的影响是最大的 那 因为啊 为什么呢 因为烟草它会抑制 自然杀手细胞的作用 它会让 吸烟者有罹患肺癌的风险 口腔癌 舌癌 咽癌 喉癌 食道癌 胰腺癌 膀胱癌 这些呢 都跟吸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而且男性 他吸烟啊 有双倍的几率 会离患上末期前列腺癌 所以吸烟就等同于说 慢性自杀 而且哦 长期吸 二手烟的孩子啊 他们患上 肺癌的几率呢 会比 父母肺炎命的孩子 还高达四倍 嗯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知道说 要我们要让身边的吸烟者知道 如果我们爱惜自己的家人的话呢 就不要抽烟 因为肺癌 它是非常难来治疗的 治愈率是非常低的一种癌症 OK 所有罪魁 所有癌症的罪魁祸首 吸烟者影响是最大的 大家要记得这一句话 那相信很多人呢 偶尔会在聚会啊 节日庆典的时候啊 会喝一点小酒嘛 这样子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但是 假如是酗酒的话呢 就会大大的提高 罹患癌症的风险 因为酒精啊 它会抑制我们身体的 自然杀手细胞 尤其是中国人做生意 常常就是过在嘴上一句话 烟酒烟酒 因为有烟有酒 才能够商量谈生意嘛 日本人也是这样子 很多时候是为了做生意 然后导致酗酒的状况 那酗酒 它是会提高 患癌风险的 那酒精啊 它是很伤肝的哦 所以它 也会提高罹患肝癌 跟乳癌的几率 那酗酒的人呢 也会罹患上头部癌 颈部癌 口腔癌 咽癌 喉癌 死刀癌 胰腺癌 这些都跟酗酒 有非常密切的关联 那在这里呢 有上 就可以看到说 有三分之一的亚洲人呢 喝酒啊 就会脸红 因为呢 他们缺乏了 分解酒精的酶 会 这样呢 会增加罹患肝癌 死刀癌的风险 那有些人觉得啊 煮过了的酒啊 就没有酒精了嘛 但其实就算烹调过后呢 大约还有85%的酒精 它还会残留在食物中哦 所以啊 喝酒会脸红的人 就真的不要再碰酒精了 那除了刚刚所提到的 烟跟酒 嗯 现代人还会面对到 哪些的致癌因素呢 来我们来看下一张 也就是压力 压力 它是隐形的癌症元凶 嗯 现在我相信啦 基本上大家都嗯 有很压力的情绪啊 不管是学生 嗯 家庭主妇 自己做生意 上班一族 等等的 都会很压力 对不对 像是当我们很紧张的时候啊 还有嗯 赶着时间啊 这种也是一种压力来的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有 情绪上的波动嘛 那我们情绪低落的时候 我们身体它就会分泌一种物质 叫做皮脂醇 那皮脂醇呢 它是一种会致癌的荷尔蒙 OK 那这种荷尔蒙呢 它会抑制我们的抵抗能力 OK 那免疫系统呢 它在半个小时内啊 这个皮脂醇呢 它会使免疫系统在半个小时内 就下降80% 也就是说 这时候得到癌症的比例 就高出了将近100倍 因为这种物质 它会抑制我们人体的 免疫系统 就是会使我们很容易 就导致癌症 那研究发现啊 大部分的癌症患者呢 他在病前都经历了 不同程度的 极度紧张 时间大概是 六个月至两年 再来呢 还有一个隐形的癌症元凶 就是久坐不动 尤其是在这个互联网的大时代啊 像是疫情这段期间 很多人都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啊 像是 呃 长时间都 在家里居家办公嘛 work from home 那这时候 长时间做这步运动的生活方式呢 它也是很有可能会引发癌症 甚至死亡 那另外一个癌症的元凶呢 就是严重缺乏睡眠 科学家 他透过了一个简单的实验 研究证明说 一个星期内 缺乏两至三小时的睡眠呢 就会 呃 削弱我们免疫系统的功能 睡眠不足将会大大的减少 自然杀手细胞 那这样子呢 就会助长肿瘤的生长 那我们啊 身体是需要充足的睡眠 才能够产生足够的抗体 来对抗感染 那研究发现啊 严重缺乏睡眠的人呢 将会降低对抗感染的能力 那像是 如果严重缺乏睡眠的话呢 就会缺乏褪黑激素 那这些褪黑激素 它会 它是就是 没有生成的睡眠 然后就会激发这些 由荷尔蒙所引发的癌症扩散 那像刚刚刚有提到 所有的生活不良习惯 所引起的癌症嘛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啊 另外一种导致癌症的 罪魁化手 也就是 自由基 那自由基呢 它是一种 呃 在我们人体内起高度反作用的一个分子来的 那它可以看这张图啊 它就是自由基还会偷走临近分子的电子 造成氧化破坏 呃 当这些 分子极度不稳定的时候呢 不但会破坏细胞膜 还会什么 还会延缓细胞修复的功能 OK 还有 呃 会导致器官老化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看起来 呃 有些人才30岁 但是他看起来却比他实际年龄还要老 因为 呃 它会导致器官老化 而且啊 最可怕的是 它还会干扰细胞的基因 就是会造成突变癌变 也就是说 自由基 它会造成细胞基因内的不稳定 而变异成癌细胞 那 大家应该就会很好奇 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会产生自由基呢 OK 是因为当我们吃下 好像好像油渣食物啊 抽烟啊 酗酒啊 我们身体就会产生自由基 那很多人就想说 嗯 我没有抽烟 你没有喝酒啊 也不吃煎炸的食物 应该就不会产生自由基了 对不对 嗯 其实并不以为哦 其实并不是哦 怎么讲 好像虽然我没有抽烟 但是我身边有人抽烟 那我也会吸到二手烟 再来 现在也是 嗯 空气非常的污染 像是什么 工业飞气啊 汽车尾气啊 还有 嗯 炒菜油盐等等啊 我们这些都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自由基 还有情绪啊 压力的情绪 会导致我们身体产生自由基 甚至有一些人呢 他的工作还是长时间暴露在太阳底下 就是在阳光紫外线的造势下 我们身体也是会产生自由基的哦 还有一种是 嗯 我们人 绝对没有办法避免的 就是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 每一个呼吸都会产生自由基 所以结论就是说 我们的身体啊 时时刻刻都在产生自由基 那也许有些人就问 癌症会不会传染呢 嗯 癌细胞它其实是我们 本身的细胞变异而形成的嘛 所以跟一个癌症患者 它接触是不会被感染的 但是要注意到的是 我们刚刚有提到 有20%的癌症 它是因为病毒所引起的 像是B型肝炎跟C型肝炎病毒呢 就是有80%会引发肝癌 那BNI呢 是由EB病毒所引起的 那子宫颈癌呢 它有99.7% 是由人类乳秃状的流病毒 HPV所引起的 那这几种的癌症呢 它是 这几种的病毒呢 它是会通过血液啊 还有唾液所传染的 所以当这些病毒破坏我们人体的 免疫系统的时候 就会演变成癌症 那接下来呢 就是有哪些其他的癌症因素呢 其他致癌的因素有10% 那其中一个是曝晒 曝晒它是导致我们皮肤癌的元凶 那美国皮肤学会就有建议啊 如果要在阳光底下暴露超过20分钟的话 我们就要涂上我们的防晒霜来保护我们的肌肤 还有我们每天所接触的日用品啊 像是牙膏 沐浴乳啊 去污剂啊 还有化妆品啊 还有各种的清洁用品啊 化妆品啊 这些 SLS起泡剂啊 三绿生等化学的致癌物 通通都是化学的致癌物啊 对 那接下来呢 还有什么其他的致癌因素呢 OK 像是发霉的食物 它可能含有黄麴毒素 像是我们的蔬菜或水果 有时候我们看到有部分发霉的部分 我们就切掉 剩下的就是拿来吃 但其实不可以这样做 因为发霉的食物它就是 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部分呢 它已经干扰到全部的黄麴毒素 那黄麴毒素啊 是所有致癌毒素 数一数二的毒啊 就算是透过高温真主 也没有办法去摧毁 黴菌所分泌的致癌物质 因为这些黄麴 黄麴毒素啊 会导致肝癌 胃癌 甚至是胰腺癌 那有些人喜欢吃发酵的产品 但其实这些发酵过的东西哦 即使是好的细菌 它也是有可能会变坏的 甚至还可能含有了污染物 那比如说 制作天背 那这些天背呢 它对我们健康的人是没有害 但是对免疫系统有缺陷的人来说呢 它就是一个病 因为发酵过的东西 它比较容易导致我们人类 罹患上胃癌 结肠 职肠 癌 还有鼻炎癌 那再来就是康普茶 Kombucha 这些呢 是把茶叶发酵了 之后再喝的 那美国癌症学会 它就有表示说 康普茶 它里面含有有害的细菌 它这些细菌的副作用呢 就是会引起肝脏 以及肾脏代谢性的酸中毒 严重还会导致死亡哦 那我们来接下来看看其他的致癌因素 嗯 像是药物 那首先是药物的副作用啊 在医学界啊 像是肋固醇啊 通常是用来 让那些过敏性的疾病 还有自体敏性疾病的患者来使用嘛 那肋固醇的作用呢 它是透过抑制 我们迷力的一种药物啊 来舒缓症状 包括一些正在治疗癌症的患者呢 他们长期 就是在使用这个肋固醇啊 长期 将会导致长期的抑制我们的免疫系统 这样子呢 还会增加罹患癌症的几率 研究就有发现啊 有6到8%的肾脏移植病人啊 由于啊 服用肋固醇而患上癌症 那另外一种 很常听到人家说的就是 激素替代疗法 人造的补充剂呢 会提高人类罹患癌症的风险 像是维他命A的药丸里面 它会引发骨质疏松症 来造成肝脏的损害 胎儿损伤 并且增加罹患癌症的风险 还会增加罹患肺癌的几率 然后维他命C的话呢 会导致DNA的损坏 进而引发癌症 还有研究有证实说 使用液酸的补充剂呢 会增加罹患潜烈性癌 肺癌以及脂肠癌的风险 因为透过化学抽取的制造过程 它的结构就会变化 所以当这些抽取维他命啊 很纯了之后 它很容易就是过量了 而且有些维他命药丸 像是维他命C啊 还会氧化 并且释放几十亿个的自由基 所以使用越多提炼的 单一营养补充剂 会更加的危害到我们的健康 那如果是从新鲜完整的食物 摄取这些维生素呢 这些维生素是跟其他的营养结构啊 是一起的 是完整的 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有副作用 OK 那大家可以从我的分享 直到说 现代人会面对到这么多的 导致癌症的危机 而且药物的研发 远远都比不上疾病的产生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啊 我们该如何预防疾病的一个科学 也就是营养免血 营养免血的研究呢 发现全世界最好的医生 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 因为有90%的以上疾病 都跟我们人类的自体免疫系统有关 那免疫系统就好比我们人体的私人军队 它可以保护我们人体免于疾病 那只有当我们的免疫系统健全的时候呢 才能够发挥三大功能 也就是抵抗功能 清除功能 以及修补功能 那首先我们来看看免疫系统 它的抵抗功能 B细胞 B细胞呢 它能够产生各种各样的抗体 来对抗细菌跟病毒 跟癌细胞作战 我们一生中啊 我们的B细胞一生中 可以产生11种抗体 并且具有技艺功能 也就是说当它碰到同样的病毒 它会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能产生特定的抗体来消灭它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抵抗功能的自然杀手细胞 NK-Cell 那我们可以看这张图哦 红色是人间人怕的癌细胞 而它周边的这些小球 NK-Cell是我们的自然杀手细胞 那自然杀手细胞呢 它是癌细胞的科兴 它在摧毁癌细胞的时候啊 是不会打到自己人的 像是赵辉博士 他就称这个自然杀手细胞 为死亡之吻 为什么呢 那我们来看它怎么去工作啊 它会在我们人体体内巡逻 所以当自然杀手细胞 在我们身上发现 癌细胞的时候 就会去攻打它 所以说我们靠自然免疫系统的 去抗癌呢 就不会产生副作用 OK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这个细胞 像是癌细胞它就很狡猾嘛 它会变形 但是自然杀手细胞呢 它就会跟着癌细胞一起变形 追踪这些癌细胞 并且去攻打它 还有当癌细胞 被摧毁的时候 它就会形成纤维状 那自然杀手细胞呢 它就会变回原型 然后继续在我们身体内巡逻 去寻找其他的癌细胞 所以赵飞博士就把这个 自然杀手细胞 称为死亡之吻 那这些被摧毁的癌细胞 就需要靠我们免疫系统 另外一个细胞 是我们的巨石细胞 也就是我们人体的清道夫 来把它排出体外 那首先这颗细胞 它有很多的触佐嘛 这些触佐 它就会生出触佐 来把入侵的病毒给吞噬 那会清除各种的毒素杂质 并且还会清除癌细胞的残骸 所以吞进 就是它会把这个癌细胞给勾着 然后吞进它的大嘴巴里面 所以当它吞到饱和的时候呢 它就会透过痰把这些垃圾排出体外 那再来呢 这个图中红色的是我们的血管 它在发挥清除功能的吞噬细胞 那它是以蠕动的方式来吞噬我们的胆固醇 三酸钢油脂以及各种毒素 以及我们血管中老化的红血球给吞噬掉 然后再透过大小变的方式排出体外 那最后一个呢 是我们体内的修补功能的细胞 那我们的身体受损的组织呢 以及器官它会自行修复啊 怎么说 就好像有些人的伤口 它很快就愈合了 有些人的伤口很慢才愈合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关键 快与慢的关键就在于 它修补功能的强与弱 其实只要好好地保养我们的身体啊 就很好了 因为它就是我们全世界最好的医生 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来发挥 抵抗、清除以及修补这三大功能 我们就可以很好地来预防癌症 那美国 Minnesota的大学流行病学家 John Porter他就有指出啊 在癌症形成的过程中 几乎每一个步骤都能够透过蔬菜水果 的其中一种或者是几种的货物来延缓 或者是扭转它的发展 那我们要如何透过这些抗癌奇兵 来提升我们的免疫系统呢 那接下来我就要跟大家介绍 这些抗癌奇兵 首先第一种抗癌奇兵就是 富含一万多种植物营养素的先人长 那只有在植物才找得到植物营养素 而且每一种的植物营养素 它的含量都不一样的 每一种的植物营养素 对于抗癌的功效也不一样 所以种类越多就越好 那像是层有一百多种 先人长就有一万多种哦 而且先人长它的植物营养素 可以阻止癌肿瘤长出心血管 所以让当那个癌肿瘤呢 得不到营养的时候就会枯萎 那先人长的植物营养素呢 还能够制止肿瘤的恶化 在过程中一个步骤或是更多的步骤 而且还能够综合掉致癌的荷尔蒙啊 并且预防癌症的形成 那先人长搭配西洋生呢 还能够帮助消炎 加速伤口愈合 还有避免结巴 并且能够有效地来对抗细菌病毒跟抗癌 那接下来的抗癌奇病呢 就是多种类的植物多糖体 像是东虫下草菌食体 五荣、椎荣还有巴西蘑菇 那在1960年的时候呢 日本科学家就有发现到 菇类的多糖体啊 它可以有效地来提升我们自然杀属细胞 高达49倍 更加快速地去摧毁我们体内的癌细胞 以及病毒 并且能够抑制癌细胞 还有具有抗癌的功效 抑制肿瘤的生长 而且还能够阻止普通细胞 转成癌细胞啊 不仅如此 多糖体还可以加速 癌细胞患者的康复 同时还能够缓和化疗 所带来所有的副作用 甚至可以用来治疗癌症 使病患没有 不需要再忍受 化疗所具有带来的伤害性啊 那接下来呢 大家还记得我刚刚所提到的 自由基嘛 它是 自由基它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健康危机嘛 但是我们该如何来减少 它对我们的造成的伤害呢 其实抗氧化剂 它就是 自由基的克星 那天然植物的抗氧化剂是如何来毁灭自由基的呢 因为自由基 它的是不稳定的分子嘛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分子都不稳定 所以它的电子是单数的 而这些抗氧化剂 它就是会去填补自由基 不成双的电子 然后来预防它干扰 细胞基因的 预防它干扰细胞基因的稳定 那接下来呢 这个 什么是超强的抗氧化剂呢 也就是仙人掌果实 蒸叶樱桃 玫瑰 以及蔓越莓 那像是天然植物中的抗氧化剂啊 它就很像我们身体的吸尘剂 可以清除有害的自由基 阻止自由基 来干扰细胞基因 就能够预防癌细胞的生成 那这个自由基呢 它也很好的可以来预防 我们器官的老化 而且抗氧化剂 可以很好的来预防器官的老化 而且还可以促进我们人体 免受于脂外线的伤害 并且能够促进啊 我们人体自行产生胶原蛋白 从而来阻止癌细胞的扩散 接下来呢 还有哪些抗癌奇兵呢 OK 也就是基居质 西洋参 还有罗汉果 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的肝脏 有500多种的功能 其中包含了分解 以及过滤血液的毒素 还有致癌的荷尔蒙 还有调节胆固醇 血压 脂肪 尿酸 以及加速分解酒精 还有燃烧脂肪 但是我们的肝脏 有那么多功能 它却是没有痛感神经的 而且通常我们在发现肝身病的时候呢 都已经是很严重了 所以相信大家都知道说 是没有办法用药物来治疗肝病的 所以我们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来滋养我们的肝脏 OK 像是刚刚有说到了 鸡菊子嘛 有成湾收果 搭配西洋参 还有罗汉果 它能够加速 酒精代谢 减轻宿醉的症状 最重要的是 它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肝脏 来预防肝炎 脂肪肝 肝硬化 以及肝癌 接下来呢 养心护肝的抗癌奇兵 有什么呢 就是有我们的山楂 蓝莓 腹盆莓 以及蔓越莓 那这些浆果类啊 它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哦 它能够有效地来预防 乳癌 子宫颈癌 并且能够抑制50% 肝脏 癌细胞的生长 来综合我们体内的自由基 并且保护我们的身体 免受于自由基的伤害 还能够制止肿瘤的恶化 来预防 乳癌 子宫颈癌 并且抑制50%癌细胞的生长 ok 接下来呢 抗癌奇兵有 大豆蛋白质 大豆蛋白质呢 是最优质的植物蛋白质来源 所以尽量 就是我们可以的话 就尽量不要吃肉 就是动物性的食品嘛 就可以大量的去减少 致癌动物性的荷尔蒙 像是大豆的蛋白质呢 是肉类的两倍 鸡蛋的三倍 牛奶的十二倍 并且还能够提供我们人体 所需要的氨基酸 而且大豆呢 它还完整性的大豆啊 它还含有碳水化合物 维生素 丰富的钙铁 铃等等的矿物质 还有高纤维 低热量 而且不含 饱和脂肪 鸡蛋固醇 对我们人体 是完全没有负担的 一个蛋白质来源 那这个赵飞博士呢 他就是有曾经 还有讲过啦 他就说 其实很多的植物 都含有大豆雌基素 那只是大豆的雌基素呢 是比较早被发现的 有些人就认为说 这些大豆雌基素 可能会导致癌症 但其实事实是完全的相反的 大豆的植物性雌基素呢 如义黄酮木分 它能够抢先跟细胞的 雌基素收体结合 并且可以很有效的 来阻止癌细胞的生长 并且抑制肿瘤 来预防荷尔蒙 所引起的癌症 那大豆义黄酮 同时肩负着雌基素 以及抗雌基素的两种功能啊 那如果我们体内的荷尔蒙 它是偏高啊 像是更年期前的女性 大豆中的植物雌基素呢 就可以好好地发挥 这些抗雌基素的作用 并且能够抑制一些 癌细胞 由荷尔蒙所引起的 癌细胞的癌症 那大豆的染料木黄酮啊 它可以有效地来 抑制癌细胞成长 并且扩散 所以摄取大豆 可以有效地来预防 乳癌 结肠癌 前列腺癌 以及子宫内膜癌 那接下来呢 跟大家介绍 抗癌纤维 也就是羊车前脂 来善待我们的肠胃啊 因为我们人体 每日所需要摄取 20克到35克的三食纤维 而且羊车前脂呢 它的 水溶性纤维呢 可以很有效地来 保护我们的肠胃 并且阻止吸收脂肪 热量还可以帮助我们减肥 来降低胆固醇 跟控制我们的血糖 那非全人性纤维呢 是我们肠道的天然清洁剂 它可以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 缩短毒素 以及肠壁 接触的时间 并且大大的降低 细胞癌变的风险 那在这边 就是还可以看到说 它这个纤维 它可以培养我们的 保护肠道的益生菌 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 并且制止肿瘤的恶化 所以啊 营养免疫学 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就大量的摄取 抗癌纤维啊 阳策前置 可以很好地来预防 结肠直肠癌 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营养免疫学 它是教我们啊 该如何实践 预防生育治疗 对不对 那预防生育治疗呢 有四个健康长寿指导 第一个 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 它可以放松我们的大脑 跟肌肉的睡眠状态 并且提升免疫系统 来修复清洁的工作 来进而清除我们体内的毒素 研究就有显示说 有两组人 他同样被注射了A型肝炎的疫苗 四个礼拜后呢 具有充足睡眠的人啊 他体内的抗体 比整夜没有睡觉的人呢 抗体多出两倍 那接下来呢 是要有愉快的心情 那我们来设定一个很简单的 就是每天要设定一个 就是充满积极性的生活目标 拥有适合自己的解压方法 来学习正面思考 保持乐观开放的心态 放松我们的心情 减轻压力 因为这样子呢 能够预防我们的身体 分泌致癌物质 披致醇 所以当我们生气的时候 我们就要告诉自己 命要紧 没有哪一件事情 比我们的生命更重要 所以当一个人 当两个人 同样得到一个疾病的时候 一个人接受 那另外一个人 他一直保持悲观 即使是接受同样的治疗 使用同样的产品 你们说 是不是保持愉悦心情的人呢 他恢复的比较快 所以我们必须要 每天的保持愉快的心心 来健康的生活 再来呢 我刚刚也有提到说嘛 就是现代人啊 就是很常 就是久坐不动嘛 那专家有说 不论是工作 或者是看连续剧 都不应该超过20分钟 不动20分钟之后 我们就应该要伸展 来放松我们的身体 每一天适度的运动 除了能够促进组织的 氧气供应 来抑制癌细胞 那深呼吸 还能够促进淋巴循环 过滤我们学艺中的毒素 那促进 自然杀手细胞的活动性 帮助体温升高 那还可以增强 白血球细胞功能 增加排汗呢 就可以排出 毒性物质 以及致癌的皮脂醇 OK 那有助于癌症 财政细胞 财政患者保持正常的肌肉群 可以提高 癌症病患 康复以及的存活率 那在整个星期 我们可以安排 一些时间去做运动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的身体 会越来越的健康 那再来呢 还有就是健康的饮食习惯 就是要有均衡的营养 像是健康的饮食习惯 要是少油 少盐 少肉 低脂肪 还有高纤维 那世界 癌症基金 有指出 所以有效预防 癌症的方法呢 是每天吃 超过七种 骨类 以及金座物 五分 或者是更多 种类的蔬菜 水果 越来越多的 研究数据显示 营养免疫学 这门预防医学 它将会成为 对抗癌症的关键 那相信很多人 都跟我一样 没有办法做到 所以我们就要选择 使用一环球的产品 尤其是 一环球的 全身调理系列 它提供超过 一万多种的 植物营养素 超强的抗氧化剂 以及多糖体 这绝对是 我们以及家人 最省时省力 又省钱的 多种类植物营养 好 那通过我以上的分享 就是 相信大家都了解到了 自然 大自然界的抗癌奇兵 也了解到了 健康的长寿指导 就是要每天都 保持充足的睡眠 时时刻刻 保持愉悦的心情 还有 确保我们有 适度的运动 还有在我们的饮食中 摄取均衡的营养 来维持我们健康的免疫系统 这个 才是预防 癌症最可靠 最有效 并且 安全 完全没有任何 副作用的方法 对于 癌症病患的朋友们 不要感到绝望 因为医学 它不断地在进步 在配合我们 以上所说的 健康之道 就会大大的提升 康复率 而且预防疾病 来守护我们健康 应该要从年轻就开始 希望我今天的分享 可以帮到大家 让我们一起努力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健康 OK 那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嘉逊专业的分享 谢谢嘉逊 那通过嘉逊的分享 原来导致癌症的原因 无处不在 不良的饮食习惯 不良的生活习惯 病毒的感染 其他还包括我们 护塞 我们每天使用 这些日常用品 药物和这些 人造补充剂等等 我听了 这真的好可怕 幸好我们有这个 如何预防疾病的科学 营养免疫学 大家还记得 全世界最好的医生 在哪里吗 对了 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 因为他每时每刻都 都在帮我们发挥三大功能 那有什么 哪三大功能呢 那就是抵抗 清除以及修补功能 只要让我们的细胞 摄取正确 纯净的营养 就可以提升 我们的免疫系统 除此之外呢 像嘉逊所说的 我们一定要 遵从四个原则 那就是 适当的睡眠 适当的休息时间 那愉快 保持愉快的心情 适当的运动 以及摄取均衡的食物 那再次 谢谢嘉逊 专业的分享 真的是太棒了 那通过嘉逊 刚才的分享 有没有人通过 营养免疫学的食品 你会进行呢 答案是 有 那接下来 让我们邀请你下来 和我们一起分享 他父亲黄关癌 复发后使用产品的见证 那我们有请你下 大家好 我是Lichelle 这里我想和大家 分享我爸爸的见证 2018年的时候 我们发现 爸爸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 他不能憋尿 然后他自己呢 也发现 他的尿液出现了血丝 及片巧克力色 我们觉得很奇怪 于是呢 就带他去检查 检查出来呢 才发现是旁关癌 医生呢 也提出了解决方案 我们商量后呢 就决定配合医生 让他进行手术 切除这个癌肿瘤 出院后呢 我爸爸很快的就好起来 人也没有什么大哀 爸爸呢 可以去旅行 去娱乐 做孩子的我们呢 也忙着于在外博工作啊 没有提醒爸爸 必须看重这次的疾病 注意饮食 吃健康有营养的食物 结果呢 在2020年2月 复诊的时候 经过医生诊断后发现呢 这个癌症又复发了 这个时候医生建议 必须马上进行这个切除膀胱 这是一个大手术啊 而且风险也非常高 身为孩子呢 我们和爸爸听了非常慌张 乱成一团 庞大的6万块手术费哦 我们真的是负担不起啊 四处寻找医生呢 最后 爸爸就到政府医院接受治疗 爸爸开始化疗后呢 整个人变得很安静啊 看起来累累的 没有胃口 没有力气 没有精神啊 甚至以前呢 会骂我们的力气也没有啦 所以看了哦 都很心痛啊 爸爸手术后呢 就开始化疗哦 我姐姐呢 就想起 可以给爸爸提升抵抗力啊 就想到了这个仙人掌 我们兄弟姐妹呢 都赞同 毕竟啊 十年前 我自己因为鼠尿病入院的时候呢 当时啊 身体虚弱到没有意思啊 妈妈听了朋友介绍呢 就给我一天喝一包 最后呢 慢慢好起来了 而爸爸呢 化疗时 我们就开始给他喝 他还是有一点呕吐 看起来也没有什么 很大的进展啊 一方面呢 我们不是很了解产品 所以也没有很认真的给他喝 喝个安心而已啊 知道呢 我的亲戚呢 知道我们有给爸爸喝这个 就来跟我们解释 讲解 才发现哦 原来不是产品不好 而是我们给他喝的分量不正确啊 我们也不专业 因为爸爸呢 是cancer 分量哦 必须适合 才能看到那个明显的效果啊 当时我还是半信半疑 因为缺乏资料 也忙于工作啊 也没有很深入的去了解哦 直到开刀之后呢 虽然爸爸继续有喝其中一样产品 但是他看他的胃口哦 一天天的瘦下去啊 胸口哦 是皮包骨啊 大腿呢 也比我的还要瘦啊 是骨的那种啊 我觉得就有点不对 不对劲哦 他吃的很少 哪里够营养 结果呢 询问了这位亲戚之后 他建议我们给爸爸一个全身调理啊 我们为了爸爸的健康 也买来给他使用 结果呢 使用了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哦 爸爸就问我 这么吃了哦 会一直肚子饿的 一直要吃东西啊 想要吃东西 我听了之后呢 就问我的亲戚 他解释后呢 我才知道哦 原来啊 他的细胞在告诉爸爸 他们要营养啊 吃对了营养之后哦 他们就有力气做工 有力气去抗癌啊 我听了很开心耶 原来哦 他的免疫细胞哦 真的会和他说话 我就鼓励爸爸哦 继续使用 慢慢的 他开始有气魄 脸色啊 皮肤啊 都慢慢好看起来啊 走路哦 也有力一点了 因为MCO嘛 我妈妈要中华 所以还说哦 要跟我妈妈 拿出头除地啊 爸爸 那时候是将近吃了 一个月后 孙子呢 坏蛋哦 哇 追着他打 不知道要开心 还是懊恼啊 那其实呢 对于膀胱癌哦 的复诊 可以说是男人最痛啊 爸爸需要承受这种痛苦哦 照顾他的妈妈呢 也瘦了一大圈啊 身为孩子的我们哦 当时也需要常常请假 载着爸爸哦 经过两个小时的车程 到医院去化疗 当时的我 好不容易找到新工作啊 需要和老板请假哦 确实是有口难言啊 家人患癌呢 并不是一个人的事啊 我们全家哦 都承受那 无形的压力啊 担忧 你就坐下来想想哦 从自己啊 半信半疑 到看到爸爸 有这样的转变哦 我很感谢 赵飞博士的研发 让爸爸赢回健康 有时候哦 种妈也是幸福的啊 父母呢 没了健康 再多的钱哦 也带不了他们去旅行啊 他们呢 也无法安享晚年啊 寒意弄孙 这里呢 有句话想和线上的朋友们讲 经过这件事之后 我真的体会到哦 像我们常听到的 预防生女治疗啊 陷阱的社会哦 我们人类啊 真的受到很多的破坏 预防用小钱啊 治疗哦 真的是花大钱啊 而且也很痛苦啊 希望大家呢 一定要好好爱惜家 自己家人的健康 尽早做好保养啊 我的分享到这里 谢谢 谢谢 谢谢Michelle的分享 哇 她这件事 这件事太过震撼了 那 Michelle刚刚有提到 她爸爸使用的成分 其实在我们的全身调理计划里 全身调理计划里 就可以找不到 那 就是有 邪周期 练眉 心欢 熏呼 巧力 以及疼力啊 那 在这里也要谢谢 美孝都分享 也恭喜美孝 爸爸赢回健康 那 我很赞成 美孝说的一句话 预防胜与治疗 预防花小钱 治疗花很大钱 那 全家人 刚才他有说到一句就是 爸爸 患病 并不是一个人 而是全家人 要为了爸爸 忙上忙下 那 这种的痛苦 只有 当事人 才能经历得到 才能体会得到 是多么的痛苦 那 他也说了 不为了健康 有再多的钱 也没 也不能做什么 那么 也是 有一句话就是说 预防胜与治疗了 那么 大家要预防趁早 而不是说 等到 老了 才来预防 嗯 那 在这边呢 要做一个声明 以上的产品呢 是 一环球产品呢 乃是 草本 補充 性食品 对健康维持 有很好的注意 一环球 从不主张任何形式 自我 诊断或医疗 若您有任何身体 身体上的不适 请寻求专业医生的治疗 谢谢 那接下来 就是进入我们Q&A的环节 以上 线上的朋友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欢迎的来询问 或者是以Amiu的方式来提问 我们来看看 懂得营养 懂得营养免疫学 照顾家人 真的是很重要 对 幸好认识了营养免疫系统 真的 那我看到一位线上朋友说 我朋友说他比较喜欢吃新鲜的蔬菜水果 不想吃这些产品 他说这些产品都是加工过的 要如何分析我们的产品是新鲜 而且是安全的呢 这位朋友问的问题 是真的很好的问题 我相信我们有很多朋友 都会有这一方面的助力 对吗 那我们问以达的小九九 哪一位网络可以帮忙 这位朋友来解答呢 哈喽主持人 我可以回答 我可以帮忙回答这个问题 好的谢谢秀慧 哈喽大家晚上好 我是秀慧 我秀慧 我秀慧 大家稍等一下 OK 关于这个问题 我想 我能够理解你的朋友的感受 因为他当心的是那些化学的成分 或者抽取的维他命 蛋白质产品 这些制造过程的确有害身体 例如维他命药王 还有那个乳清蛋白 还有一些产商在产品 添加这个荷尔蒙 还有兴奋剂 咖啡因之类的成分 甚至有些还添加药物在里面 让它的产品更有效 其实我们都不建议使用这些产品 因为它的副作用很大 我们当然鼓励选择较新鲜的蔬果 比如蓝莓 富盆莓 还有蒸汽樱桃之类的 但是怎样才能使用到这些蔬果 最高的营养价值呢 其实有些植物 比如香蕉要在树上成熟 才摘下来 而且马上吃它 的营养价值是最高 但现在的人很难做到这一点 以前我们可以知道 因为从种植地到采收 至少要花几天 还有几个星期 甚至几个月的运输 才到这个菜市场 那些我们买到的蔬果 其实已经不新鲜了 而且它的营养价值 也是随着那个时间而流失 那另一点是 我们买回家 有没有马上吃吗 有时放在冰箱 过了几天才吃 由于水是一种烂食物 腐坏的水龙剂 这些蔬果里面的水分 除了会造成营养流失 还会造成食物 腐烂而产生毒素 还有我们会如何处理菜肴的呢 或者说我们是如何烹调这些蔬菜 通常都是炖 焖 蒸 这些 而且还会用大火 高温来加油 方式来煎炒 爆 炸 这些 这样赵飞博士有说过 蔬菜水果最好的是生吃 而它的营养是价值是居高的 因为高温会破坏植物中的植物养素 还有抗氧化剂 那你可能会问 到底我们的营养名学食品 是如何保存这个植物的营养 一般上我们都会这样跟朋友分享的 产品的制造过程 其实 营养名学食品呢 它是应用严格以及先进的处理的过程 来将植物保留最高的营养价值 那我们的产品有分两种 一种是液体状跟一种粉状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以下的图片下 那大部分的粉状产品 我们都是用这个冷冻干燥的技术 有没有听过四管婴儿啊 大家应该都听过 这个技术是将男人的精子 急速冷冻 过后拿来做四管婴儿 证明这个急速冷冻的精子还是活的 同样的冷冻干燥 反而用在食品 就能够将新鲜的蔬果保存下来 例如这个新鲜的覆盆煤 还有蓝煤啊 被放在这个冷冻干燥的仪器 它能够急速冷冻到零下 30到60度左右 再用这个14到16个小时 把植物里面的固体的水分去除掉 16个小时后拿出来 植物里面是差不多99.7%是干燥了 没有细菌可以生长 所以我们这些冷冻干燥的产品 就无需添加任何的防腐剂 也可以保存几年 另一种就是喷雾干燥法 大豆需要通过加温60度 在30分钟达30分钟 把它的微毒及微生物去除 并保留最高的营养价值 所以我们这个喷雾干燥法的 制造这个大豆产品 跟我们一般喝的豆浆有什么分别呢 我们的豆浆用的部分是 它的水把它扎给过滤掉 其实大豆最高的营养价值的部位 就是它的扎而不是豆浆 而我们一般喝的豆浆是煮滚的 它已经破坏了大豆的营养价值 通过不断喷雾混合和干燥 使这个物质呢 就是大豆从液体变为粉末状 再来我们看我们的液体状产品 是通过极度过滤法 过滤到0.1微米 例如新能长的凝胶 还有它需要快速过滤掉杂质 需要经过过滤几个过滤啊 颗粒过滤 微粒超微粒过滤 除了清除杂质 甚至微生物也要过滤掉哦 以上就是我们严格且先进处理过程 冷冻干燥法 喷雾干燥法 极端过滤保存了 新能长 新能长果实 玫瑰 东丛下脚 菌尸体等 珍贵的成分 达到最佳的营养价值 相信大家都知道 新加坡对食品管制非常的严格 一环球工厂的生产线 接获得 GMP的认证 而且还获得新加坡食品局 所帮发的卓越食品安全金奖 而且能够获得持奖项的 是因为产品从栽种 生产线直到包装 都经过严格且先进处理技术 而且通过2000多种的安全检测 你可能会想 2000多种有这么夸张吗 就是有这么夸张哦 2000多种包括了微生物检测 近400种的农药长流物检测 重金属检测 以及1000多种的毒素检测 总的来说 所有产品都具备以下特点 保留植物原味色泽 维持本草植物的完整性 产品营养成分更浓缩 粉状产品 长温下能够长久储存 不含人工色素 以及防腐剂 那如何能保留这些 珍贵植物液体状的营养呢 产品的包装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液体状产品 则使用独特包装 就是这个top pump防腐剂 无防腐剂的 谈到液体食品的包装 我们看看市场上液体状的包装 一般上都添加了防腐剂来延长它的保持期 为什么我们宁可选择高成本的日本top pump 就是e-pick pack的装力来包装呢 为的就是让消费者享用无防腐剂 也能保存新鲜的高营养 我们非常讲究食品的安全有效 而且保值期是18个月 一般液体状产品的包装 比如牛奶 它和一环球top pump 包装有什么区别呢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比较图 它的最底层是没有缝隙的 当您了解我们产品的处理过程 您就会认同我所说的 我们的产品是比新鲜的蔬果更新鲜 而且保存植物含最高的营养价值 希望有解答到这位朋友的问题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 谢谢修慧的解答 那谢谢修慧的解答 希望相信修慧的解答 有回答到这位线上朋友的问题 其实呢 营养免疫学的产品呢 是运用严格以及限定的处理过程来讲 植物最高的营养保留下来 那就是有通过了 冷冻干燥法 温度干燥法 以及极端的过滤法 而且呢 我们的产品呢 也通过两千多种的安全检测 就是保留植物原味 设置而维持的 本草植物的完整性 然后把那些营养成分 更加的浓缩 甚至呢 不含任何的人工色素 以及任何的添加防补剂等等 那让我再看看 有什么问题吗 那这边也没有看到什么问题了 那接下来我有几项 几项资讯要报告 那这边也有几项资讯要报告